因为上山看到那么宏伟壮观的景色 柳宗园若有所思 就是这一段文字 然后知是山之特立 不与普罗为类 悠悠乎与好气聚 而莫得其牙 洋洋乎与造物者游 而不知其所穷 这段文字很短 特别拿出来 因为这段文字特别值得仔细的去读 然后然呢 当然是这 这个然是这 这个之后 他上去了之后 知道是山之特立 本来不曾知道 现在知道了 是山就是西山 这座山的特立 这个特呢 就是杰出 特是杰出 着然 很特别的 立呢 你可以说它是 处立在 如果用山字的本身呢 就是处立哈 然后呢 如果把它人格化呢 就是挺立 不与普罗为类 这个类呢 是同类哈 不与为类 也就是不跟他们一伙 不跟他们一伙 这个普罗是什么呢 这个不要念陪 陪呢 现在都变成动词 培育啊 培养啊 等等 它本身呢 是土字旁的 也就是小山丘的意思 小山丘哈 那就是那些小小的土壤 叫做普罗 所以呢 这个字要念 另外一个念法 普罗 普 三三相连 普罗为类 他呢 发现了一点 当然呢 这个我们之后 在做分析的时候呢 发现这一句 非常有内涵 然后呢 他得到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呢 是悠悠呼 与好气聚 而莫得其芽 洋洋呼 与造物者游 而不知其所穷 那我们先看一看 悠悠 这几句怎么解 悠悠 悠悠呢 是远 长哈 比方说 悠长 悠长哈 所以呢 这种是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呢 是感到很长远的一种 它不是很短暂的 是很长远的 呼呢 就是一个虚词 可以不理 这是一个语气词 悠悠呼 与好气聚 这个号呢 我们有两个写法 一个呢 是日天为号 另外一个写法呢 就是三点水为号 在这里呢 我们会取日天为号 日天为号呢 其实也就是 天大的样子 天空很大的样子 叫做号 那我们不取这个号呢 是因为这个号字呢 不在这篇文章不合用 它的那个思维方式不一样 它比较像孟子的 这篇不像孟子 所以呢 气呢 也就是气象 这个气象呢 它并不是指天气报告里面 看到那个气象局的那种气象 而且这个象字呢 是一种一种神态 所以那种气呢 已经是一种精神状态的那个层面 而不是指天气呀 空气呀 等等哈 它是一种气象 一种精神的状态 所以好气呢 就是天空很大 很幽远的一种 一种精神状态 所以呢 是幽幽乎与好气聚 这个聚呢 是陪同 陪同 也就是在西山之巅 看到外与天际四望如一 他能够感受到 感受到 他与好气同在 的一种精神状态 非常幽远 而莫得其牙 这个牙呢 是水 其实也是边界 边界 边界 山点水的牙 是水的边界 国际的济 是陆地的边界 而莫得其牙 而不能得到 这个好气 的边界 无穷无尽 无限那么远 所以呢 不会碰到尽头 非常幽远的一个地方 一个状态 所以呢 站在西山之间 悠悠乎与好气 一句 感到他 他与好气 同在 找不到好气的边界 这是一种思想的开拓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羊羊乎 与造物者游 而不知其所穷 羊呢 其实就是水 水大为羊 海羊的羊 所以在这里 作为一个形容词 也就是广大 或者广阔 广阔 非常广阔的一个感觉 与造物者游 造物者就是造物者 现在我们还是用造物者来表示基督宗教里边的神 对不对 那我们中国传统来说也有造物者一说 但是没有具体说明谁是造物者而已 所以我们相信大自然就是造物者 所以大自然之道就是造物者 这个天地是从自然而来的 所以羊羊乎与造物者游 如果具是陪同 那是静态的 游就是一起游玩同行 广大的地方与造物者同行 而不知其所穷 穷呢刚刚说过 进锁字搬到后面的地方 骑呢 其实也就是这个游 与造物者游的地方 所以羊羊乎与造物者游 广大的样子和造物者一起同游天下 而不会知道游玩的终点或者尽头在哪里 所以这第一句是一个静态的 然后呢第二句呢 就是动态的 因为他不是说他要游玩山水吗 现在游玩山水 他不是只是躯体上停留在西山之巅 而是跟着天地万物一起来同游天下 是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 所以这个段落要特别拿出来讲 如果同学觉得有困难的话 可能需要再听一遍 或者是看看先看看课本上面相关的翻译 或者甚至在网络上面找一些相关的辅助的理解教材 把这一段里边不仅是文言意思 还有他的思想层面呢 再弄清楚 这是这个部分 核心的部分